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统的味道 全新的外表 这些想法均来自从业多年的流行量 而这些看似简单的创新形式 也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 这行可能干一段时间吧 有一定的基础才能有自己的想法 前期都是学 模仿 就是拿了好多那种什么豌豆黄啊 拿那个红豆糕啊 那个也不也接近不了 可能啊 对 然后就看着老麻将 不它就是发黄吗 最早的那个牛角的那种麻将 对 就是拿那个 其实这颜色跟它有点近 而且这也是豌豆黄呢 它也是一种北京传统的小吃 刘兴亮顺应着时代的变化 将北京传统味道赋予新的文化印记 这种创新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 作为资深厨师 他的创意并不止于此 融合同样是他的思路 《状元极地》便是他最为得意的作品之一 大家好 现在为大家上的一道菜 叫《状元极地》 状元极地 吸取北京传统菜品香酥鸡 融合南方较花鸡的烹饪方式 以糯米取代荷叶 包裹整鸡 制成锅巴 口感浓香酥脆 外观也让人眼前一亮 外边户里边比较糯 主要的就是 想怎么一个形式给它展现出来呢 就是可能觉得可能给它增香呗 就选择了就是 进了小的时候就家里爱吃 剩下的那锅巴呀什么的 就是很香 那想起来就是 拿这个米饭给它包下来 绝妙的灵感 也需要将材厨师的领导 才得以走向食客的餐桌 张磊 刘兴亮门下的主厨之一 状元极地的制作 便由他来主持 不同于传统的香酥鸡 为了能将整鸡完整包裹 鸡种的选取非常重要 两个月左右的三黄厨鸡 体型较小 肉质细嫩 是这道菜的唯一选择 为了保证菜品口感一致 在包裹整鸡炸制之前 需要进行至关重要的一步 卤制 让鸡肉提前成熟入味 缩短炸制的时间 整鸡焯水 使鸡肉表皮收紧 保留肉质口感 经过数年反复卤制的 陈年老汤 油清汤量浓香四溢 对它的重新调配需要经验 配料的多少 需要根据老汤的味道进行调整 做到每一天的卤汤 都是统一的味道 凉浆 白纸 豆蔻 草果等十余味香料 按照比例调配 下入卤筒内熬制 酱油增加咸香 冰糖 为鸡肉表皮上色 盐 糖 料酒 吸心调味 下入超过水的整鸡 小火慢煮 卤制一个小时 卤汤香味弥漫 张师傅要利用这段时间 准备外层锅巴的制作 米的选择同样至关重要 来自东北的小粒珍珠米 颗粒饱满 米质油润 带来香甜的口味 江汉平原的优质糯米 脂炼淀粉含量 占98%以上 带来粘糯的口感 更能紧密地包裹住整鸡 使得造型更加丰满 稻米蒸制成饭后 轻微打散 自然放凉 以达到口感最佳 年度合适的状态 糯米呢 它的特性就是发粘 更利于这个菜包裹鸡的时候 这个菜更成型 与此同时 整鸡也卤制完成 味道浓香 肉质酥烂 放凉的糯米饭 小心地包裹在定型的鸡身上 控制厚度 防止内外口感不一 下入五成热的油中 高温进炸 使外层糯米迅速定型 紧紧包裹内层鸡肉 带外层锅疤金黄酥脆 便可出锅装盘 大家好 现在为大家上的一道菜 叫状怨极地 两种米的绝妙搭配 才能使外层锅疤入锅而不散 口感外脆里糯 外观金黄饱满 撕开外层锅疤 亮出整机 令人眼前一亮 早已酥烂的鸡肉更是软嫩鲜香 使人欲罢不能 非常的新颖 因为打开以后 一个黄灿灿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等服务员再端上来 帮我们解决完以后 再端上来一看 原来外面是一层锅疤 这个鸡确实不错 从外观上来说也不错 我儿子要考大学了 图个吉利 专门点了那么一刀 作业基地 刘兴亮的创意 得到了顾客的认可 对他而言 这是最好的奖励 而这也只是他创新的开始 这东西也不能说有就有 对 可能对 也有时候我们也得 经常要走出去 学啊 看啊 可能就是 可能能带出点灵感出来 回来就能 能创出点新的菜品出来 全新的外表下 蕴含着老北京深厚的饮食文化 互联网的快速传播 让北京的传统味道 用全新的面貌 重获新生 这便是刘兴亮 独创的创新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